大家好,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3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給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6小時1至15集補給堂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亦推出了最新的完整9小時 講義加1至15補給堂 這兩個產品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以及CC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 我始終覺得在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放下希望 2019年,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疫情,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誰想 媽媽說,家人在哪裡 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 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 那就是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 你收睇的是CC新聞 什麼都可能 就是香港人的網站 有家人都沒有人 搞得 有家人沒有人 就是有家人的網路 尤其是家人的網路 好像兩個禮拜前就好了,還沒玩完整壇東西 如果有些新的網友的話,我就簡單介紹一下 話說如果你去基隆市的話,它就有一個地標叫東風廣場 這個廣場本來是一個爛地停車場,完全沒有人搞,荒廢 上屆市長林有昌,就把他判了給一間公司 那間公司再判給NetNet 我想如果大家有去購買時裝,尤其是在台灣 應該不會太陌生這間市裝品牌也好,叫Net 將Net那間公司升了兩層 在停車場上蓋升了兩層,正式成為基隆一個地標的廣場 到了新的市長,謝國良是國民黨的 他上任之後,就將整個商場再招標 最後就給了微風廣場 問題是Net說有沒有搞錯 約都還未談好,那兩層是我建的 那你是不是要搞定這些產權 然後才把我們現在租出去的店舖租給別人呢 謝國良就不理 直接找警察爆門 那麼Net的律師就在場就說 你這樣就衝進去闖入私人財產 於是兩邊就對駁公堂 好了,整個過程就越搞越大 爆出的就是究竟微風廣場的deal是什麼呢 這裡就談了一批東西 原來就有些錢 有些錢就叫做媒體的回季費用 那麼那塊錢用來做什麼呢 就說微風廣場就當 因為整個台灣有很多微風廣場 有很多商場就有很多廣告版 我就會在其他的微風廣場 就銷售你基隆市 那些廣告我就當給了你 這樣也可以 你又不可以說那些不是錢 那些都是廣告收入 但是問題就是 你將一個公用的地方租出去 然後拿回一塊錢 但是那塊錢是不是受惠於基隆的發展呢 這個真的很大爭議性 中間過程裡面 謝國良其實是不斷地燃火頭 結果呢 燃到現在整個基隆市就興奮奮 好了 由於實在太搞到太過吵架之下 就開始傳出會不會罷免他呢 就像是罷免韓國瑜一樣 國民黨當然是起降 就是說如果你夠膽 動員一個罷免謝國良的話 我們就罷免你的議長 議長就是說市議員 是市議員的代表 那麼毛離頭呢 就說想要罷免他 這個就叫做童子惟 他就是基隆市的議長 你看到為什麼很奇怪的握手呢 因為我想有人會跟謝國良說 你不要冷靜一點 謝國良 因為很多市 其實用香港去理解也不會太複雜 這叫做地方勢力 當時總統大選的時候 都跟大家說過 其實地方勢力是很重要的 就是裝腳 裝腳 因為你到最後動員投票 你就要靠地方勢力了 那些什麼廟會 理掌 那些什麼體系 如果你沒有地方裝腳 你就打鬼也打不贏 那你用回香港最熟悉的裝腳 就是蛇齋餅種 那些什麼公會 什麼同鄉會 或者教會 因為你要動員出來投票 所以 有很多時候地方勢力 是比起市長 就是更加重要的更加更深提告 比如說 花蓮就是 花蓮王就是 傅昆琦 比如雲林就是 張家 那些地方都有個勢力 那原來 謝國良本身 他在基隆市 也是非常有地方勢力 但是童子圍也不簡單 所以有人跟他說 你不要冷靜一點 你搞童子圍你沒有好處 於是 本來就傳到 你罷免我謝國良 我就罷免你童子圍 結果就渣爬了 結果玩泥沙 但是這個 罷免謝國良 這個Campaign 就繼續發酵 現在 就有一個 叫做 山海公民 測量行動 測量行動 有個Facebook page 有個 組織 當然不是民進黨 民進黨有沒有在後面動員 就不知道 但就算有都不會被你看到 已經說收到超過 2000份聯署 要罷免市長有三部曲 第一 你要有個動議 動議又要超過選民人數的1% 這是第一部曲 第二部曲 就要有個聯署 聯署就要選民人數的10% 然後就正式有個罷免的公投投票 到時候投票當然要罷免的票數 要多個贊成的票數 以及要多個四分一的選民票數 第一關 選民人數的1% 整個基隆市的選民是30萬 所以第一關 你就要有三千人動議 現在就接近二千份 所以第一關 似乎有機會過得到 第二關就太嚴重了 第二關要連署 要10% 就要三萬人的連署 做不做到就不知道 但如果謝國良繼續這樣 在那裡辣火頭的話 就真的不擔保會做不到 OK 現在這個就是基隆市的情況 同一時間NET 就再出招了 這個NET 它竟然就是什麼呢 它登報紙 就將整個招標的條款 扔了上網 不是扔了上網 扔了上網 扔了上媒體那裡 它就說 網上看到 有四間廣場 提出這個標書 一個就是微風 成品和太平洋 它就不展示出來 它只是展示了 微風和NET 它就說出來 微風是三千八百萬 我八千幾萬 其實它再次顯示 其實暗示就是 你微風和政府是不是有一個交易 有什麼理由我那個條件 這麼多 你不給我NET 還要NET 還要我起 我看開的 我搞開的 搞得有聲有色 你又被微風 那樣 基隆市犯人就說 你這樣就是小學雞而已 我們的招標 就不只是講錢的 有五六個範疇 你這樣就說 自己就一定要拿到標書 就是說 你去考試 只有其中一科就高分 你就說要入台大一樣 這麼不合理 這個反駁就是非常幼稚的 其實 那麼 NET 有兩個項目 立刻在網上反映 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招標不講錢 說什麼呢 沒有人說錢是唯一條件 但一定是重要的條件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 如果 它這麼好的條件 即是給那麼 這樣的錢 它也輸給微風 那你要解釋給我聽 為什麼微風會比NET 這要跟公眾交代 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是公用地方 所以 現在就看看基隆市怎麼回應 同一時間 就是那個罷免市長那件事 又繼續進行中 但究竟最後會不會成為一個立法呢 這個就要再觀察 也要看看謝國良當中的表現 好了 講到這個 政界方面的表現 一定要不得不提回立法院 哇 立法院搞到質覺這麼亂 現在 OK 上回有講到 就是講到這個食安的問題 其實最近有個孔雀石鹿 不過今天就不講了 上次的食安問題 就是那個獸肉精 最後就笑了 因為台中市驗出有個獸肉精 但只有台中市那批次驗到 所以這件事 最後就隨著陳建仁一份食安報告狂鬧 鬧回馬英九時代 這件事就完了 但同一時間 在這個藍營裏面 就有一個議員很爆發的 他就叫做翁曉玲 右邊有翁曉玲 翁曉玲發生了幾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當他質詢陳建仁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這樣就是狂鬧陳建仁 他就說我們現在質詢你 是上對下敢質詢你 這樣就全場嘩然 沒有搞錯 翁曉玲他是立法議員 陳建仁行政院長 你是民意代表 但是沒有人會說立法院 是凌駕行政院的 何況實質上行政是兇兇的 不應該這樣說兇兇 雖然香港是想說行政主導 但兩邊是不同的 因為行政就是負責把政策落實 立法就是去制定政策 其實缺一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沒有可能說 你立法院去質詢行政院是上對下的 這個說話是連國民黨自己也受不了 這個人是法學博士 立即被人串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還爆發 他就無厘頭提出 他就說現在的總統絕對不是最多數票 因為現在薩卡都 賴清德 歐批和侯友宜 賴清德其實只有四成多選票 翁曉玲就說這樣不行 這樣總統就不夠威信 因為不夠過多數票 所以應該就像立法院長一樣 有兩輪投票 第一輪投票 投完之後 就要將最高票的兩個 進行第二輪投票 盲的都知道 這個說法其實就是想 你變相變作是坐野整合 因為你薩卡都輸了 你侯友宜輸了 如果你真的幻想中 柯文哲的票是理國民黨的 到了第二輪的時候 全局要棄補效應 白營的票都留給侯友宜 那你就有機會贏 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政治操作 但這是一個很離譜的事情 而且你不可以因為你的 不可以就著你 想選舉贏而去改總統參選方法 因為很大件事 各位網友幻想一下 本來你當日是投票決定的 你投票決定 如果總統是不過半數 那你要再投過 嘩勞斯動眾 我想問 如果第二輪再投兩個都不過半數 你又要再投嗎 很奇怪 於是這個要牽涉到修憲 又是連國民黨也支持不住 然後陳水邊出聲 因為陳水邊是第一個弱勢的政府 他那時候也是薩卡都 陳水邊就說 你的法學博士哪裏讀的 這個 翁曉玲 就竟然成為了一個 焦點 好了 在種種感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的總召 柯建銘就說 今屆國民黨的立法會議員的質素 簡直是幾十年來最低 然後就罵了 那你真是整個國民黨黨團罵 那麼朱立倫就出聲了 就是國民黨的主席 朱立倫就說 你這個柯建銘是潑虎馬街 柯建銘就說 引到你引蛇出洞 兩邊大哥在鬥罵 現在就搞到這樣了 現在國民黨 基本上就用 民進黨就認為 因為當時 當時陳建仁 去公開 講這個食安報告的時候 徐考森就被一個麥克風狂鬧 上了頭條 拿了很多生弊 現在民進黨就說 你們這些國民黨現在 其實是不需要議政的 總之就是全部出來吵 所有立委出來 給大家吵 那你有很多立委 其實不是說有經驗的 是第一次出來的 就有樣學樣 是不是拿著大聲公出來 罵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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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罵 那麼就 民進黨那邊就覺得 這樣不行 但是在野黨就說 這是我們的權利 就像香港那時候 我在野黨 票人夠你多 但是問題就是 你國民黨是第一大黨 在立法院裡面 所以現在就搞到七國禁戀 這樣 好了 這裡又要講一下 有什麼議題在談 罵了那麼久 除了食安之外 有什麼議題在談 國民黨提出幾個 都很爭議性的 一些很爭議性的提案 其中一個就是六倍 其實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國民黨要這麼急 因為每一個黨都會提出 第一回合很重要的提案 希望立法 國民黨 想不到最危急的提案 竟然是要縮短六倍入籍的年期 這裡又值得跟大家講 六倍是一個非常大的題目 六倍就是大陸 大陸的配偶 大陸的配偶 因為很多台灣人 都是娶了大陸的女人 就像香港一樣 究竟這些大陸的女人 男人是比較少的 通常都是說女人 不是說沒有台灣的女人 就嫁給大陸人 但如果你嫁給大陸人 通常都嫁了過去 而且人數相對少很多 比較多就是很多台灣人 就娶了大陸的女人 這就叫六倍 好了 你這六倍 那麼他會不會有身份呢 根據現在的法例 就要經過六年 再審核就有了 那麼國民黨 當然 國民黨一個親中的政黨 那麼當然六倍對他來說是有利的 那麼你不會這麼天真 覺得所有六倍都純粹 你不會單純嫁過來台灣 你不會這麼天真地覺得 六倍裡面沒有鬼 這也不是什麼陰謀論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是鬼 只要一天有中共 就一天有鬼 就算台灣人也有很多鬼 何況六倍 所以那時候 我現在用一個香港人的身份來講 其實之前當香港人這麼困難去入籍的時候 其實很多香港人就很生氣 你這麼提防香港人 你那些六倍 幾十萬 即六倍牽涉的家庭幾十萬 那裡沒有鬼嗎 你這麼多六倍 你又不提防他們 但當然這個是 純粹因為牽涉到香港人自己 進不了籍 當然是很沮喪 但這部分就撇除不過 上一節總統大選裡面 六倍都曾經是一個話題 就是徐春鵬 記不記得嗎 最後徐春鵬就搞了軒然大波 因為柯文哲本來就說 想擺他進不分區 擺到明是拿中共的票員 或者搶你藍營的票 但因為爭議性太大 最後徐春鵬就都放棄了去參選 現在國民黨再提出六倍 縮短年期 六年去到四年 這就跟其他外國入籍看齊了 好了 民進黨就是 你搞什麼 其實真的生氣 這個時候跟中國的關係這麼敏感 你還要縮短限期 其實國民黨的盤算是什麼 就是沒有的 國民黨就是打兩岸一家親牌 如果你反對的話 我就說 你歧視六倍 大有委任 如果你給的話 就發達了 六倍的票當然多留向藍營 你做什麼都死了 英雄出少年 這個最新的立委王哲 提出一個新的動議 他說 你要縮短六倍 你要說公平 好 全部看齊 全部看齊 怎麼看齊呢 外國人 要入台灣籍 第一 他要放棄本國的國籍 放棄本國的國籍 第二 他要宣誓 你六倍 麻煩你跟隨這些規則 第一 你要放棄中共的國籍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第二 你要宣誓 譬如說你要效忠台灣 這樣就把球 踢回國民黨 OK 國民黨當然不斷 還有這裡 又牽涉另一個很敏感的項目 就是 如果你把中國 六倍 入籍的條件 等同其他國家的話 台灣和中國就變成了兩國論 所以這個其實又搞不到 但王哲這個其實就是反擊 你把球扔給我 我把球踢回給你 這就是六倍的爭拗 還未完 還未完 好了 那 這個就 還有一宗 還有最後一宗新聞 突然之間 給我一點時間 OK 那就 OK 當然要再講多一點點 關於那個 金門的撞船案 上一次我講到 金門撞船案 又不是很發酵 但是 又不是 又未斷尾 即他不是說搞到很大 但是他又未斷尾 話說 如果有些新的網友 就是說 中國有些叫三毛的漁船 很流行的 即是他沒有登記 他聲稱他是漁船 但是他就寵入你的海域 你又不知道他做什麼 那麼 當台灣的水晶驅趕他的時候 他就蛇行潛頭 然後撞船死了兩件 國民黨又大做文章 哔哩巴拉吵 好了 在這麼敏感的時間 這個國民黨的副主席夏立賢 又跑去中國 這個人是很喜歡跑去中國的 經常跑去中國 還要怎樣呢 跟阿健 這個宋韜見面的時候 他就說他 在這一方面 即是撞船這壇 他會監察民進黨 他就拋爆頭 拋爆頭這壇 那為什麼要監察 為什麼監察民進黨 現在是說你中國的漁船 肆意地闖入台灣的海域 他還要自己拒捕 還要自己撞船 翻側死了人 你賴個執法部門 這麼奇怪 OK 那這壇事情 怎麼再搞大了 就要求有關的行政部門 出來要解話 好了 這個時候 立法院 就開了一個專案 OK 就要求解釋 等一下 有幅圖 我忘記放上來 OK 就有一個改名的爭議 等一下 改名爭議 好了 就要求海洋委員會的主管 這個就叫管碧寧出來交代整件事 那本來那個專案 就叫做金門撞船案 翻船執法過程及後續處理 誰知道管碧寧就說 喂 不應該叫撞船案 撞船案不對 因為你撞船好像已經定了調 就是有人會撞船 現在不是他撞船 所以管碧寧就把這個專題改了一個名字 改了一個名字 就叫做事故 不是撞船 嘩 那你改了一個名字 那國民黨又吵了 搞錯 你擅自改名字 你是藐視國會 這樣說 所以國民黨另外 現在又動議一個叫做國會改革 就說這些行政部門 是可以犯上藐視國會罪的 那民進黨又吵了 就是說 你怎麼定義藐視國會呢 所以現在整個立法院 就搞到一筆東西 OK 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 就是第一 不過這個金門撞船案 其實我都覺得 就是翻船案 OK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後續 你怎麼追究 沒有什麼追究的 不過這樣 的確是要升級回整個台灣海域的監察 因為現在沒有鏡頭看不到 究竟怎麼倒閉呢 你有你講 我有我講 那中國就說你要賠償 你要交代 那台灣現在坐你也傻了 那其實這件事 我覺得是不會結到案的 不會結到案的 但是後續的話 其實台灣是要想 就是中國一定會繼續闖入這個海域 那你怎麼做呢 你怎麼做呢 那這個就是 就是單一事件暫時解決 但是長遠是會繼續 繼續會發生一些同類型的爭拗的一個案例 就是這個叫水域的問題 那第二談 就是基隆市 究竟那個 那個 就是跟NET的官司打成怎樣 就是最後 會不會告得入這個謝國良 就是善闖私人地方呢 那個罷免案是怎樣 這個會跟大家跟進 那還有第三件事就是這個 國民黨的立法會 會不會繼續有更加多精彩的表現 那這個呢 就繼續跟大家去跟進一下 那今天的台灣申政局 就跟大家update到這麼多 那聽著這集節目的 那你就是 要不就是Patreon的支持者 要不就是YouTube的會員 那就感謝你支持 我們下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今天節目這麼快又看完 明天才有最新一集 怎麼等呀 世界滿日的 滿日啦 立即加入我們試試工作室的Patreon會員 星期一至五 每日多一條片題 甚至更多 最低消費每月美金五元 三個級別 細火五元 中火十元 大火二十元 究竟有什麼分別 登入我們的Patreon網站 就會解釋給你聽的了 馬上加入 收看我們的Patreon特別內容 節目見啦 Bye Bye 大家好 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講過就是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 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勝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帳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將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社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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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 愛運